大家好,我是怡里营养师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议题是 防疫在家,你变胖了吗? 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改变了 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工作 那在家里面工作相对来讲 可能时间上比较没有限制 但是也比较舒服一点 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 你走去你家的冰箱打开来 你要取得食物非常方便 那有的人甚至于他叫外送 那一天可能还有叫到宵夜的外送 所以很容易变胖 那还有看看你桌上是不是很多的零食 摆在那边,当成这个精神粮食 那这个也会让你变胖的原因 所以呢,在防疫在家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体重的控制 那在做体重控制的时候呢 你其实上网看啊 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食谱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 就是韩国女明星的食谱 那这个食谱呢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修饰 那还是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减肥食谱里面 那第一个呢 我要分享的是韩国的冻灵女神 就是日咸 这个食谱里面他做的是鸡胸肉奶昔 那他准备的食材有大概是50克左右的 那个熟的鸡胸肉 然后300cc的牛奶 还有10克的杏仁 然后另外还有少量的这个水果 那他选择的是香蕉 然后还有草莓 那这样子的这个热量算下来的话呢 大概落在400大卡上下 那这个是属于就是在一餐里面 确实是有控制热量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用这样子的食谱的话 记得你还是要补充一样东西 就是蔬菜 那因为它里面少了这个蔬菜的部分 那如果呢你这个食谱是放在中午的时候吃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再加比如说就是一个拳头大的这个地瓜 因为适度的这个好的淀粉呢 也可以帮助脂肪的代谢 那如果你不吃淀粉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食谱放在晚上的时候吃 那根据就是网络上的说法是他两个月瘦了10公斤 但是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 如果你是用这个食谱的话呢 基本上两个月他是不会瘦10公斤的 为什么 因为呢他还有写到就是事实上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呢 他还有做运动 所以他135的时候是用还有做那个跑步 然后246呢还有做其他的运动 所以他每天都有规律的运动 如果你真的要就是照他的这个减肥的食谱来做的话 别忘记就是还是要做适度的运动 所以在居家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分享这个金泰锡 那金泰锡他的减肥食谱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他的秘密武器是这个山药煎饼 那当然他就是用大概半条的山药 然后加一点面粉 那调味料呢他很简单 他就用盐跟少许的这个油 那以山药的营养价值来讲的话呢 以热量他大概100克呢 大概会落在85大卡 那同等大概白饭的话 100克大概是183大卡 所以如果你是用山药来取代白饭的话 同样重量之下 确实我们的热量是可以减少的 对减肥来讲是有帮助的 而且如果以山药跟白饭来比的话 他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 B群弹量也比较高 另外呢他的这个矿物质里面呢 也是属于比较偏高价的 所以可以沥水沥尿然后可以消水种 但是呢你在做这个山药煎饼的这个减肥食谱的时候 特别要小心就是说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正餐来吃 因为他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就是只有淀粉 那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在减肥的话 是很容易变胖的 你要把这个山药的部分就是用来取代这些精致的淀粉 这样子是比较健康的 那如果你真的在做这个山药煎饼的时候呢 还是要加一些优质蛋白质 包括可能你可以吃一些 比如像水煮蛋啊 或是鱼类啊 或是豆类制品把蛋白质补足 然后当然蔬菜水果也别忘记 因为在减肥的过程里面蔬菜跟水果 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还有一些植化素 可以帮助你抗发炎提升免疫力 所以你在用这个食谱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那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参考这些减肥食谱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别忘记要加上运动 然后量好的睡眠 这样子对减肥来讲是有帮助的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一些女明星的食谱之外呢 其实呢有几个食材可以推荐给大家 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非常好用 尤其现在大家都在家里面工作 那你可以背着这些食材 那今天有推荐五个食材 其实可以增加饱足感 而且呢又可以让你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呢 可以帮助脂肪的燃烧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我们推荐的蒟蒻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非常好吃的 这个竹笋类的笋类的部分 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的菇类 那菇类因为它是属于蔬菜的部分 而且它可以放在冰箱比较久一点 不像那个叶菜类 那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菇类呢可以背着 然后还有大番茄 大番茄呢是减肥的好朋友 每一次呢只要我们在帮这个减重病人 在设计这个 就是比如说你很容易饥饿啦 或是嘴馋的时候你想吃的东西呢 其实大番茄都会放进去 然后最后的就是提醒大家呢 如果你有在居家运动的话 也可以搭配这个绿茶的部分 所以这五个食材呢是帮助你在这个防疫期间 在家里面你可以背着 然后呢可以增加饱足感 又可以减肥 好了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个第一个食材里面的这个蒟蒻 那蒟蒻呢它本身呢 它其实热量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它有大概将近80%呢 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巨蒲甘露糖 那它是没有办法被人体的酵素给消化吸收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蒟蒻它有点像扇食纤维的概念 它可以去增加你的饱足感 那它热量又非常的低 但是大家在吃这个蒟蒻的时候呢 要特别小心就是你不要选错了 因为如果你选到的是一些 比如说像那种具有就是无香口味啊 或者是那种零食类的这个蒟蒻的话呢 那相对可能会增加多余的热量 还有就是糖分跟盐分的摄取 所以这个你要选择是比较像偏那种 像火锅类的那种白白的这种蒟蒻 那它是一个减肥很好用的这个食材 那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那增加扇食纤维的链 那第二个竹笋的部分呢 竹笋呢因为这个季节正好吃 而且它在入菜啊保存上面都非常的好用 那竹笋它的扇食纤维平均来讲 大概以100克来讲 大概落在1.7克到2克左右 那其中呢其实还蛮推荐 如果你买得到贵竹笋的话 贵竹笋大概是100克大概是2.4克 其实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高 那它又是属于像高甲的食材 那另外它的维生素A 然后维生素E 叶酸还有质化素非常的多 所以你在吃竹笋的时候呢 相对来讲它除了有饱足感之外呢 还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 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呢你是用竹笋在做减肥的话呢 如果你是属于比如说胃溃疡的人 或是说你在胃痛的 或者你是本来是属于就是腺甲的肾脏病人 那可能要特别小心 可能不宜吃过多 那尤其是腺甲的肾脏病人 我们建议就是要烫过 然后那个汤水就不要 因为这个竹笋它是比较偏向于是高甲的食材 那第三大类是菇类 菇类呢是非常非常好的蔬菜哦 因为它在100克里面 大概会有3到3.8克的这个膳食纤维 所以它高鲜 然后又具有多糖体 可以提升免疫力 然后又高甲 所以它可以沥水沥尿 那菇类其实如果你有在煮菜 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很好保存 而且还可以增加这个饱腹感的部分 那重点是它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呢 因为它是在所有的蔬菜里面 菇类呢它就偏向于是属于 在蔬菜里面蛋白质比较高的 那我们知道减肥的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蛋白质增加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在减肥过程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的选择来源 然后另外就是 干香菇的部分也非常推荐 因为它具有维生素D 也可以提升免疫力 那晒过太阳的干香菇也非常好 但是特别小心就是 菇类呢它也是属于就是 比较偏向于就是 它的Pulling含量比较高 所以如果你在痛风 或是说你是急性痛风的病人 那可能就要减少去使用它 那最后呢 两个就是适合减肥的食材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大番茄 那大番茄呢它是非常好用的 尤其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啊 因为它一颗这种类似牛番茄 它是属于蔬菜 那一颗大概落在25大卡左右 所以它的量非常的低 那你要就是 比如说你可能下午茶的时候 你可能嘴巴餐 你想要吃一点点就是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大番茄 那大番茄它本身呢 第一个它的β胡萝卜素也高 维生素A也高 然后它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那也可以连皮一起吃增加膳食纤维 那当然网路上有很多人说 吃番茄呢 要就是要煮熟啊 然后连同就是可能要一过油下去炒 那确实因为大番茄呢 或小番茄 其实它里面的这个β胡萝卜素 都需要这个油 来增加这个β胡萝卜素的吸收 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 所以如果呢 你在就是减肥的过程里面 你想要就是做一道料理 那你确实可以在这个料理里面 放入这个大番茄 然后加一点油 也可以增加这个β胡萝卜素的吸收 但是你单纯如果只是因为嘴馋 想要控制体重的话呢 那大番茄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零食 那你可以就是补充蔬菜的概念 然后这样子来吃也是非常好的 那里面有一些植化素 比如说像它有一些这个解皮素啦 那它也是抗氧化非常好的这个成分 所以大番茄真的可以把它背着 那它又比较不容易坏掉 那你真的肚子饿又想减肥 就可以拿起来吃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饮料的部分啊 你可以背着一些比如说像绿茶的部分 那绿茶其实有研究发现说 如果你每周有三次的这个中强度的运动 然后再搭配这个绿茶的话呢 大概过了12周 大概就是平均大概是12周左右呢 你可以减掉大概7.4%的这个腹部的这个 总脂肪量哦 所以你记得哦 如果你单纯只坐在那边喝绿茶 配这个点心是不会瘦的 但是如果呢你喝绿茶 然后搭配这个运动的话 也是中强度的运动的话 持续规律的运动 那你有机会会瘦下来 而且呢是瘦到什么 瘦到你的脂肪的含量 所以推荐呢这五款的食材 在你居家防疫要减重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好的 那大家可以背着 在家里面就可以轻松的减重哦 那今天要教大家呢 就是不用处义 其实很简单的这个一道食谱 就是低糖的料理 因为里面呢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很适合在减肥的时候食用 那我们食材的部分呢 这个是两人份的食材 大概准备鸡胸肉 那大概是290克到300克左右 那水煮蛋 你可以事先先用这个电锅先煮好 大概就是三颗 然后准备这个最好的食材 就是减肥就是大番茄 然后当然你还可以准备一些 生菜类的东西 把它洗干净 然后可以背一些葵花油 然后再来就是日式的美奶汁 然后一些蒜片 黑胡椒 然后你可以用一些玫瑰盐 或是一般的盐都可以 那在做法的部分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鸡胸肉比较柴嘛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鸡胸肉 在前一天晚上 你可以就是在 我是用290克的鸡胸肉 大概用2.5克到2.9克的盐 稍微腌过 那平均来讲大概100克的肉 用就是1克的盐 那我们在这个食盐的那种罐子里面 那种小汤匙 大概一小瓢大概就是1克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鸡胸肉是多重 然后去搭配多少克的盐 所以100克大概是用1克的盐 然后你可以用一点黑胡椒啊 然后用一点盐 然后把它抹一抹抓一抓 那放在就是冰箱去冷藏 那隔天你就可以拿起来做鸡胸肉 就是煎鸡胸肉了 那如果真的来不及也没关系 就是在做菜之前 你可以用盐跟黑胡椒 稍微腌一下 那大概放冰箱 大概是15分钟到30分钟 其实也非常的入味 但是在沙拉的部分有一个重点就是 针对这个减肥的过程 我们还是提高蛋白质 所以我有放这个 就是蛋白质的吸收率 非常好的水煮蛋 那你水煮蛋呢 如果你在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下班回来 或是说太忙了 那水煮蛋煮好之后呢 你其实可以拿一个这个 这个保鲜袋夹链的 把它放进去 挤上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美乃滋 那我美乃滋大概是两个人 大概是用1汤匙左右就好 也不要太多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属于是油脂的部分 那把它放在夹链袋封起来之后呢 你就用手其实把它压一压 那就压碎了就很快 在生菜塞拉上面 你可以用美生菜啊 或是你喜欢吃的生菜塞拉 那重点是你可以切大概1-2颗的大番茄 可以增加饱足感 而且它热量又非常的少 然后就可以快速的就是上一道料理 就可以帮助就是减肥 然后鸡胸肉本身呢 第一个它是属于低脂高蛋白 所以呢 它可以提供我们免疫细胞的营养来源 也是瘦身很好的食材 那大番茄它本身就有前红素 是属于脂溶性的 所以呢 它在提升抗氧化能力啊 还有就是在预防这个 我们在讲说预防感冒啊 病毒啊 这些提高体内的这个 我们的清除自由之间的能力都非常的好 所以记得你这道食谷学起来呢 持续有所谓的这个低脂高蛋白 还有很多的蔬菜哦 那在减肥的过程里面呢 也可以吃得非常的饱 那我帮大家算过了哦 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呢 大概一个人落在400大卡左右 那如果真的很饿的话 你可以再加半碗饭 那半碗饭大概是落在 加上去之后大概是在550大卡左右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控制这个餐点 然后控制这个热量是非常好的食谱 那大家可以动手做做看哦 喜欢健康2.0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健康2.0的 YouTube上面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